大家好,我是永泉,乘风破浪勇往之前聚焦现实深度思考和你一起感悟生活的滴滴滴滴 在20年前,也就是2001年,我记得我读了一份美国报纸 这份美国报纸刊登了1000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50名商业巨头 在这份榜单中,有六位中国人登上了这个财富榜 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 这六位中国人都是谁呢? 他们是刘锦、和珅、成吉思汉、忽必烈、吴炳健、宋子文这六位 但在这六位当中,有一个人我们不得不提 他就是吴炳健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财富是其他五位登上这个榜单的总和 这个人可了不得 好,接下来呢,您感兴趣 我们今天就说一下吴炳健这个人 我们上期呢,讲到了李鸿章 李鸿章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买办资本家的一个政客 这个买办有些朋友可能不明白 其实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代理人 就是西方一些国家为了控制某国的经济 从而达到控制政权的目的的在某一国的代理人 也就是说,他里通外国的这么一个人 这就是李鸿章 但是呢,我们说,李鸿章要和吴炳健比 李鸿章,如果从经商这个角度和当买办这个角度来讲 他应该管吴炳健叫师爷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商业社会中 有些人被称为教父 那这个教父要是跟吴炳健来比 吴炳健也许就是这个教父的祖师爷辈 这个人老厉害了 他在1757年的时候 广州有一个叫十三行的这么一个贸易公司 清政府就允许十三行是唯一一家 可以与洋人打交道的贸易中介公司 这个您就明白了吧 他是做外贸生意的 用现代话来讲 吴炳健得到了清政府的这个 牌照或者叫许可证 我们用现代的话说 把这个十三行啊 精英的风生水起 转了很多的银子 当时的给这个吴炳健的身价的估值呢 就是估算他的财产是多少呢 2600万银两 2600万银两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 大概是50亿美元 这个50亿美元按6块人民币给他折价呢 就是300亿人民币 这300亿人民币是什么时候的钱呢 是1757年的钱 那么吴炳健撑了2600万银两 是整个清朝政府的占比是多少呢 相当于清朝政府整年的财政收入的50% 也就是说占了一半 这个人很厉害 吴炳健呢 主要是和美国人做这个外贸生意 因此上他收养了一个美国义子 这个义子叫什么呢 叫约翰福布斯 这个约翰福布斯回到美国以后 吴炳健给了他50万两银子 福布斯就利用这笔钱 修好了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 以我称为美国的豪门 现在重点来了 他的后代就出现了一个美国的国务卿 这个国务卿叫什么呢 我一说就马上的门清了 他叫约翰福布斯克里这样的一个人物 您看这有历史源源吧 这个祖师爷这个杨买伴受养了一个义子 资助呢 他修建了美国铁路成为豪门以后 福布斯的后代呢 就出现了一个政治人物 就是约翰克里我们常说的 好 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 常可以在有些新闻中 听到美国福布斯杂志 是的 你没听错 这个美国福布斯杂志 它有一个富豪榜 这个富豪榜呢 就是这个老福布斯的后人搞出来的 马云 是吧 这些非实业的商人 或者所谓的企业家 常年位于这个中国榜的榜首 福布斯的作用名是什么 叫资本的工具 目前呢 福布斯呢 在中国 在上海有分社了 2014年7月19号 英国路透社有一个新闻 福布斯杂志啊 向香港猜团 出售多数股权 结盘的是两名中国人 这两名中国人呢 目前还是一团 但是呢 接手了福布斯的股权 也就是入股了 好了 您接着往下看 这个吴炳剑 主要的当时做了什么生意呢 鸦片生意 使它的财富爆炸 因为我们知道 鸦片当时主要的是英国人 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华来输入鸦片 其实上就是想把中国 通过鸦片把中国毁灭掉 尤其是从国民的精神和身体上 给你毁灭 都拿着烟炮 是吧 体无腹肌之力 你怎么还进行劳作 生产和敌人做斗争呢 所以英国这个老牌的资本家 阴狠毒辣 然后就很快的 英国人就扭转了 对华贸易的逆差 也就是英国人开始赚钱了 在他的川真引线下 广东沿海各省走私商人 海关 官吏家人 个别水师 等 结成了走私鸦片的利益共同体 说白了 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把鸦片的走私的这个生意 进行了资本的垄断 而这个垄断的最高的这个控盘者 就是吴炳健 因此他从鸦片这单生意中赚的是盆满 他的大部分的财富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鸦片的收入 好 这时候 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 是吧 国民总是吸食鸦片 遗误了这个国家的在很多方面的发展 同时带来了很多的弊病 已经慢慢的呈现了 当时的清政府的很多的国民每天都是喷云土 不误实业 而且干什么 毁坏了身体 家破人亡 家破了国还能在吗 这时候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就出场了 他就是我们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被清政府派做钦差大臣到广州 尤其是虎门进行硝烟 林则徐刚到广州的时候 林则徐听到了当时的这种状况 勃然大怒 就命令吴炳健交出所有的库存鸦片 吴炳健的这个十三行 垄断了当时广州的大部分的鸦片生意 交出鸦片就断人财路了 这时候吴炳健就派他的儿子叫五重耀 给林则徐干什么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送礼受贿去 拿了大多的钱 而且吴炳健表示以家资来报效 意思是说我们家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林则徐在这些民族大义面前 说了震耳欲聋的话 他说本大臣不要钱 就要你的脑袋 得到了我们历史的一种尊重 和历史的高度的评价 同时林则徐也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 叫什么 海纳百川 有荣乃达 必立千任 无欲则刚 这时候吴炳健盯不住了 想把这个鸦片交出来 可是他的儿子呢 五重耀 策在这里边耍手段 然后林则徐给了他三天的期限 不交出鸦片 就依法惩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没有办法了 就乖乖的交出了几千箱鸦片 最后呢 五重耀被隔去直前 得普入狱 然后又流放 鸦片战争就爆发了 中国战败后 这时候这些买办的嘴脸 就开始露出来了 吴炳健 看到了这个洋人过来了 马上就与洋人串通 然后派他的儿子 吴重耀进行谈判 也就是后边 我们历史上 所有的广州停战协议 最后因为这个停战协议 吴重耀同时也被清政府任命为 洋务委员 也就是说 从巨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 这些洋买办进入了清政府的政治集团 渗入到了政治之中 雅片战争之后 我们都知道 签进了南京条约 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 十三行的外贸专营权 也就在这个历史环境中 日渐衰落 1842年12月23日 一代世界首富吴炳健 在内忧外患中 赫然尝试 终年74岁 吴炳健是为父的 他的儿子五重耀 秉承了他父亲的经商 这种养买办的私下 那么我们看 很多的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终身的 尤其做生意的时候 父亲成功了 我下边的孩子 他就要去魔法 包括我们现代社会中 我们很多的朋友诟病的 什么老柳小柳的故事 也在历史的进程中 不断的上演着所谓的这种传奇 历史是真实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 很多的事情发展到如今 有很多惊人的雷同之处 通过吴炳健获得财富的这个故事 主要是成功 有两条 第一条做了养买办 同时垄断了贸易的生意 使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第二个 不顾民族家国情怀 为了一己之私 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在国内做鸦片生意 我们用现在的话说 这叫引狼入室 对国家的一些实体经济的发展 乃至技术的全国 从来不关心 不感兴趣 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赌过 只有钱 您看 这又是一个羊买办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羊买办是害国误国的 这是肥了自己 损了国家 动人清政府的灭亡有好多的原因和理由 但以史为鉴 我们后人也应该警醒 向吴炳健 李鸿章 直流的羊买办 通过垄断资本 与羊人勾结 达到了控制清政府 掏空清政府的目的 这是一惨重的历史教训 如今我们伟大的祖国 更是来之不易 它是无数的英雄先烈 用鲜血和生命铸造而成 在祖国复兴和崛起的路上 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国家 是不会甘心看到 我们祖国的强盛的 他们用卑劣的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不愿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 通过科技强国来实现 伟大的复兴和崛起 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更是让我们 从历史中得到经验和教训 在发展中进行纠正纠偏 使我们的祖国真正的实现 伟大的复兴和崛起